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来采访一下我的这位美女朋友 梅 我想问一下梅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啊 我是2008年来的 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那你当时是过来留学还是工作 对 最早过来是留学 对 当时其实我是从小就有一个出过留学梦嘛 然后当时其实已经在国内上了大学了 刚好大二的时候 我们学校说我们学校跟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 现在有一个合作的项目 大家要不要去参加 然后我立刻就举手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 然后就2008年的时候 7月份拿到了签证 然后过来到了西澳洲PERS的伊丽斯卡文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本科学历 ECU 那你家乡是哪儿的 安徽人 安徽人 安徽我很熟 每个地方都去过 是吗 那你大学是在安徽的大学吗 没有 我是在天津外国语大学 那你英文肯定很好 还行吧 那你在澳洲来读的时候 开始读大学是读的什么专业 刚来的时候读的是金融 对 本科在国内读的是国际贸易 然后到了澳洲继续读的是金融 那你在澳洲读的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继续读的本科 我是先在ECU读了一个本科是金融 然后又去了悉尼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读了一个金融的硕士 然后毕业了之后 因为刚好PERS这边有一个机会 我就回到了伊迪斯卡尔文大学ECU 在ECU的财务部工作 然后工作着就发现 还挺喜欢澳洲的想留下来 但是发现了我一直学的这个金融是不能移民的 然后所以当时就是一边工作 一边又在ECU读了一个会计的硕士 上东西说当时就是通过会计移民的 对 最后还是通过会计移民的 那你后来是怎么进入了留学移民这个行业的 当时会计拿到身份了之后 其实在ECU工作了三年 在ECU的财务部工作 然后我就发现我其实不太喜欢会计啊 金融这些 因为当时在大学里的工作也是很单调很枯燥嘛 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喜欢去跟人交流 然后就觉得不行 我不能再去落背我的青春在会计上了 所以就考虑想要转行 然后呢 当时在考虑转行的时候 就回想到自己这么多年 这么坎坷的这个求学和移民的路程 再加上当时也很多人问我 到澳洲怎么去留学啊 怎么去移民啊 然后我就决定说 OK 那我想要去做移民跟留学 然后用我的精力啊 我的知识啊 去帮到更多的人 让别人不要像我一样再去走弯路 所以我是13年的时候 就从ECU辞职了 然后去到了特斯当地 最大的一家华人的移民留学公司 然后当时是先从留学开始做起 然后一边做留学咨询 然后一边去攻读 攻读了一个移民法的硕士文凭 后来就是读完了之后 就拿到了这个澳大利亚政府注册的 这个移民顾问的牌照 然后后面才开始正式的做了移民顾问 那也是其实你也有很多年的经验了 对 跟很多人比 其实经验还是上前 但是也将近十年的历史了 对 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 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话 所有移民的咨询 必须要有移民局注册的一个牌照 叫MARA 其实也相当移民律师 对吧 对 然后我想就是因为你也是非常专业的人 肯定比我专业很多了 虽然我以前也做过移民 就是没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分享一下你的专业 就是关于移民澳洲 因为现在澳洲实际上 跟我们以前五六年前来的时候 它的移民政策一直在调整 门槛越来越高 好 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简单一点就是说 移民澳洲有多少种方式 好 移民澳洲的方式 可能很多人听过不同的签证类型 然后可能听得云里雾里的很糊涂 但是其实澳洲移民的方式 笼统来说一共就是五种方式 那么包括像难民签证 然后像家庭团聚类的 家庭团聚类的就包括像配偶移民 父母移民 子女团聚这种 然后还有就是商业投资移民 就适合这种国内的大企业主 或者是有投资经验的这种人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技术类的移民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雇主担保类的移民 那我们处理比较多的 其实是后面这四类 家庭类 商务投资类 技术类和雇主担保类 那美女能不能给我们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几种移民方式 给我们稍微的详细的讲解一下 比如说先讲技术移民吧 好 那技术移民呢 其实它下面也分不同的签证类别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技术移民 它其实是一个打分制的 它是从你的年龄啊 你的学历 英文成绩 工作经验 等等各个方面给你去打分 那么技术移民呢 这一个移民的方式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适合澳洲境内的申请人 因为你在澳洲的这个学习的时间 如果你学习了两年以上 是会有加分的 另外呢 它会对你的英文水平有一个打分 那么如果你是在中国 或者是你的英文水平不是特别好呢 这个在这方面是会有一个劣势的 但是如果你在澳洲学过习 在澳洲当地的这个生活环境下 如果说你的英文水平比较高的话 那么这也是会有一个加分 那么这个技术移民呢 它也分独立技术移民和担保的技术移民 那担保呢 有州政府去担保 然后还有偏远地区的这个亲属的担保 那么如果申请人感兴趣的话呢 就肯定是要先去看打分是有哪些类别 然后再从这个每一个类别下手 去把自己的这个各个方面给加强 去提高自己的这个分数 那么现在技术移民它的竞争也是相对比较激烈的 对 很多本地的学生毕业了之后 也是觉得要自己要很努力 把英文分数考到更高 然后累积工作经验 然后才能加到更多的分 最后拿到这个技术移民 那像我其实关注我很多视频的朋友 也有很多就是学历比还可以 英文还可以的 在中国大陆的这些申请 他们就没有机会了吗 也不是说没有机会 因为澳大利亚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 它会非常欢迎各类的人才进来 我们一直就说澳大利亚欢迎两类人 有才的人和有才的人 第一类财呢就是有资金实力的人 那比如说可能像国内一些企业主啊 或者是做投资很厉害的人 那么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实力 可以考虑到澳洲来做这个商业投资移民 我也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商业投资移民 那在去年7月1号以后 商业投资移民政策有了很大的一些调整 那像之前在澳洲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叫132的 一步到位拿永居的签证 那这个现在就已经取消了 那么现在呢 在澳洲的投资移民只有这个188 临时居住转888永居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 它有分四个系列 188ABC和E 那么这里面呢 像188A呢是到澳洲来投资一个生意 做一个小生意 这个是可以的 那188B和C呢 都是过来投资这个管理基金 币的投资金额少一点 250万澳币 188C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500万投资移民 然后188E呢 它其实不是说需要去投资 而是它要有一个创新的商业计划 去吸引别人的投资过来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吸引有这个创意 吸引有这个创新能力的人进来的 这个是商业投资移民 那么刚才说澳大利亚吸引两类人才 一个是有财的 有财富的那个财 另外一个就是有才华的财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移民 它是有才华的财以外呢 那么雇主担保 其实也是一个澳大利亚吸引海外人才的一种方式 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才华不仅仅是说你的学历要有多高 或者是怎么样 你有技能 这个也是澳大利亚非常欢迎的一种人才 比如说像这个 现在非常非常火的建筑行业的 这个漆砖工啊 然后贴瓷砖啊 或者是木工啊 包括像电工 水管工 这些都是在移民的列表上 而且澳大利亚非常的紧缺 然后工资也非常的高 所以就有相关经验或者是学历的朋友呢 也可以考虑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像这种蓝领的话 其实在国内很多朋友 他具备这个条件会这些东西 但是很多都是因为一个是没有大专的学历 还有的就是没有英文 这个英文的话 你至少起码雅士的五分以上六分以上 你才有机会 完全不会英文 实际上是没有机会的 完全不会英文的话 这个会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毕竟你想要到澳洲来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澳大利亚是一个说英语的国家 你完全不会英文呢 这个对于你自己来说 在澳洲生活也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 当然现在澳洲华人越来越多 那像我们的父亲母亲啊 过来这边一句英文不会也能生活下来 但是如果说你还是比较年轻一点 之后可能还有孩子在这边 那你这个你要去工作 你就要会去跟人去交流 比如说啊 咱们以这个电工为例 你去修电啊 或者怎么样 你可能不需要跟别人去说话 但是你面对客户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交流 比如说你要去问客户 你这个店哪里出了问题啊 然后可能会要给报价啊等等 所以一些基本的英文还是需要的 包括如果说你有孩子 孩子要去上学 参加家长会啊等等这些 所以一些基本的英文水平还是需要有的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每一页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其实技术移民在国内的 虽然他没有在澳洲留学 他没有打分的加分的优势 但是很多在国内的一些技术移民 他们有很多的工作经验也可以加分 如果你英文比较好 你达到雅士四个六四个七的 对四个七 对学历本可以上的 但是一些传统的像工程的IT啊 这些其实还是很有机会的 对或者呢就是说 在移民的时候 因为澳大利亚的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但是因为大家很多人看得到澳洲移民的一个优势所在 这个我们今天就坐在这里非常优美的生活环境啊 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质量啊 包括这个相对公平的这个社会竞争啊等等这些 那么很多人就很想要到移民到澳洲来 所以澳洲这个移民的政策也是水涨船高 那么你如果说真的是很想移民的话呢 这个是不能心急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提前好几年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像一些投资移民的客户可能他国内这个生意做得很好 但是呢 这个他在公司所占的股份不够 比如说可能是别人帮忙带持的呀 或者是因为其他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提前两到三年去帮他规划国内这样子的一个 把国内这个生意给规划好 你可能要两到三年才去递交这个投资移民的签证申请 然后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想要申请技术移民的人啊 或者是雇主担保的人啊 他没有相关的学历或者是英文水平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先到澳洲来读一个学历 那你读书的时候其实一方面你学了一个学历 同时锻炼了你的英文 在一个澳大利亚这个留学的时候 政府是鼓励你去融入社会去打工的 那个打工的收入也还不错 可以cover一些你的生活啊或者是学费的支出 那么整个下来呢 你在澳洲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更容易融入到澳洲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中去 对刚刚听美讲了一下 其实我发现啊 在我的移民留学群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 在国内的白领以上的这种人嘛 他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他那个他的雅思也还不错 比如说能达到4个6但是他的那个就是他如果完全按照技术移民的方式可能打分就没有这边的留学生有优势了 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哈就是说可以让美股介绍一下就是雇主担保的形式 嗯嗯嗯嗯这种其实比较适合这种中年可能30岁左右的人啊 另外的一种方式 对其实雇主担保呢还是比较适合海外的申请人的 嗯啊而且澳洲的雇主啊当然也看是什么行业了 很多行业是非常呃喜欢去聘请中国人的因为中国人吃苦耐劳 然后工作态度又好啊 然后这个呃有一些行业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比如说像IT行业 嗯那么在国呃 其实这个中国的IT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那你可能在国内一些这个呃比较大的公司你可能做呃中层或者是高层的技术人员 那你的这个技术到澳洲来就是非常先进的 那你是非常吃香的一个一个状态啊 包括可能像很多其他的行业也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呃那么在蓝领行业呢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些机会所在 呃那么其实雇主担保咱们从这个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 雇主担保那你就是要有一个雇主 去给你一个工作岗位 然后去担保你去申请这个签证 那么在雇主担保下面呢 其实他也有分不同的签证类型 然后是有这个临时的工作签证的 有偏远地区的工作签证的 也有是直接可以拿PR的工作签证的 那么这就是根据你的这个英文水平啊 还有你的所做的专业啊 啊然后呃这个去去去考虑不同的一个申请的方向 当然雇主担保 他给你提供的这个职位首先是在这个公司他必须要有的 比如说咱们在这边有一个餐馆 我想要担保一个软件工程师 那这个事就不太可能了 但是这个餐馆呢如果说他要担保一个厨师 那这个就是完全这个合情合理的 然后另外呢 你去申请这个雇主担保的时候 你的学历和你的工作经验也要跟这个提名的职位相符的 比如说我过去这么多年 我一直是做的从事的金融行业 那么我今天想要去担保申请一个厨师的雇主担保 那么咱们直接去申请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也是要可能提前几年的时间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准备 我可能在国内也好或者是在澳洲也好 我先去学习一个厨师方面的一个证书 然后我再累积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 然后再去申请相关的雇主担保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英文 对还有一个就是英文 英文是必须的 如果谁告诉你 不需要英文澳洲就可以担保你 那是假的 那种我记得这种方式只有那种央企对央企的那种收 收薪薪水达到很高的那种 他有一名额可以担保这种高端的管理人才 对冬哥就是说的很对 首先这个如果说如果国内有一些人跟你说这个可以完全不用英文就可以申请呢 他可能这个信息是之后的 很多年前是可以有这个高薪豁免的 但是呢在大概几年前这个政策已经取消了 取消了 对 但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央企啊 这其实也是有的 他其实呃就是说他是以 他是所谓的就是intra company transfer 嗯 就是你是公司内部的人 内部去去去调动工作这种 那他其实就是对于公司的要求非常高了 嗯 他至少是跨国公司 那我在中国要有一个这个分支机构 在澳洲要有一个分支机构 那我是这个我公司自己内部调动工作 那这样子的话 而且是呃工资要超过一定的标准 那才有可能去申请这个英文的豁免 对呃 当然呢现在澳洲政府也是非常欢迎海外的人才到澳洲来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在想各种办法去降低各个方面的要求 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呃签证类别也不是签证类别有一个呃项目叫达玛 他是designated area migration agreement 他其实就是吸引啊这个移民去到偏远的地区去 那么其实这些偏远的地区 其实是挺偏远的 但是呢正是因为他偏远 所以这个劳工极度短缺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愿意去吃这个苦 愿意去到偏远地区去 他其实是有蛮大的机会的 而且这个达玛项目呢 啊有一些呃职业 他是可以减免英文 呃可以减英文 免不了减减到多少 最低要求减到就每个每个职业不同 嗯 他其实是减大概是0.5分左右 那就是至少要有4.5分吧 4.5左右 高中的水平 高中的水平 那这个达玛他的职业大概有哪些职业 这个达玛每一个州政府和每一个偏远地区 他的政策是很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就拿西澳洲来说吧 那西澳洲有好几个区域都可以做这个达玛的项目 比如说像在北部卡古里那一块 大家可能知道卡古里是 金矿 对 矿叶为主的 对 那么他那边可以做达玛的项目呢 就是以矿业为中心 然后包括一些周围的服务的行业 比如说矿业的像那个什么 这个钻井的呀 然后像那种mechanic呀 就是mechanic的周围 就修理啊 就维修啊 这种是很多的 那么像周围一些服务性的行业呢 比如说像child care的工作人员 就是幼儿教育的这些工作人员 其实也是在卡古里那个达玛的列表上的 那么在这个西澳洲 现在在南部 南部区域像在巴塑腾 阿玛格尔瑞瓦这个区域呢 它其实是以旅游为主的一个区域 这个达玛项目是最近刚开的 那么它的可以担保的职业就更加广泛了 而且是可能很多人可以满足条件的 就比如说像Bartime的调酒师 然后像那个waiters 就是餐厅的服务人员 这些都是在这个可以做达玛的列表里面的 当然很多其他的包括像child care呀 幼儿教育的呀 这个酒店经理呀 等等这些很多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所以说如果你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有个五分左右吧 然后有大专引上的学历 然后从事的是这个行业 你就可以来考虑澳洲达玛这个项目 那我想问一下没 这个达玛这个项目以后有移民的机会吗 当然有 当然有 澳大利亚它其实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最终把这些人让他在偏远地区工作生活 然后让他们习惯在这个区域 然后最终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这个拿到PR的一个方式 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可以拿 有一部分是可以最终拿到PR的 对 然后他们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增加偏远地区的人口数量 就这还得根据你的专业具体在那个了 到时候给我们留言吧 还有一个现象啊 就是在国内现在有很多很多就是不管是移民中介吧 或者是有些劳务公司他们讲的是半工半读 就是说你不需要英文就来 你就可以给你申请来澳洲打工啊 这种这种现象的话 说实话 你作为一个持牌的你 一定是能跟我们讲吧 你应该也知道吧 对 我有听说过半工半读这样子的项目 其实怎么说呢 半工半读它不是一个项目 对 就澳洲没有说是专门这样一个项目 像我们刚刚说的达马这个项目 是澳洲政府的确是有在推的一个项目 那半工半读呢 其实我这个是很佩服很多这个华人的一个归纳总结能力吧 他把这个签证里面的一些这个关键点给提出来了 然后他其实这个半工半读所谓的半工半读 其实就是申请一个学生签证 然后呢 你在一边读书的时候一边去工作 那么之前呢 学生签证是有这个工作时间的限制的 它限制你在课程上课的时间啊 每个星期工作 每两个星期工作不能超过40个小时 然后在假期呢 就没有这个工作时间的限制了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 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澳大利亚这边这个人工极度短缺 所以澳大利亚政府呢 也是开放了这个政策 说学生签证工作的时间没有限制了 你可以无限制的打工 当然呢 最好不要影响你的学习 那么我怎么看待这个项目呢 我觉得每一个签证 或者说每一个项目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那么所谓的半工半读 我会是希望说这个申请人 你去选择到澳洲来的时候 还是要有一个长期发展的眼光 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你如果说想过来这个短期打打工 然后顺便读个书啊 其实也行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考虑要到澳洲来移民的话呢 你通过这个项目过来 当然 然后呢 你再选择这个 你读书的课程的时候 你就要有一个更加长远的规划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 过来读书的时候 比如说像读一些商科的课程 这个商科的课程相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学术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然后读起来也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很多人就会去选去读商科 然后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挣不少钱 但是呢 你读完商科之后 很难有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移民的道路 那如果说你考虑想要这个 以后还是有机会留下来在澳洲的话呢 那么你再这个考虑过来做办公办读也好 或者申请学生签证也好 那肯定是要提前考虑去读一个 有这种移民可能的专业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很多次 这个厨师的专业 厨师和酒店管理专业 比如说像幼儿教育专业 包括像这个电工啊 水管工啊等等这些技术类的专业 都是比较适合这样子的一个移民的规划的 对其实来问我的 还有很多国内的朋友是那种条件比较差的 大概是三十多岁以上 又不会英文 但是他们来问我 就是说有些人给他推荐什么 你不需要会英文 就是过来了之后可以合法打工 我给你转个过桥签 其实很多人都 他们都不了解 这个过桥签是什么 你给我们讲一下 对这过桥签证呢 叫bridging visa 就是它就是一个桥 桥是什么 连接两个区域 然后其实很形象啊 你就是连接两个签证的 这么中间一个过渡的签证 那么比如说你申请了一个旅游签证也好 或者是学生签证也好 你到了澳洲 OK你有一个实质性的签证 那么如果有人跟你说 我帮你申请一个过桥签证 那过桥那他过的另外一边是什么 他没有东西在 对所以说他不可能说是 我直接给你申请一个过桥签证 过桥签证你没有办法直接申请的 你必须有另外一个实质性的签证在 那么另外一个实质性的签证是什么呢 那我就知道有很多 这个咱们也不要说人家是黑心中间 或者是不良中间 对这个他就其实可能给你递交一个难民签证 对因为难民签证费用很低嘛 然后你递交了之后 你在澳洲你就有一个过桥签证 然后你可以在澳洲继续等着 然后你这个可以这个工作呀 这个在澳洲生活啊居住啊等等这些 他跟你说是给你递交了一个过桥签证 其实他实质上给你申请的是一个难民签证 那么有了难民签证以后 这个签证我们是其实是不碰的 然后我们也不太希望 这个咱们的学生也好 客户也好去申请这个签证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申请这个签证 基本上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你就是在澳洲拖延一段时间而已 但是呢 再是刚才咱们说的 要有前瞻性 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你可能说OK 我现在拿到这个难民签证 或者是有一个过桥签证 我可以在澳洲再继续再个两年三年 但你两年三年以后呢 你如果说OK 我就不想在澳洲待了 我回去 那OK 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说你两年三年后 你想要在澳洲移民留下来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 那像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 它会 你在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 它会看你的签证历史的 你如果之前申请过难民签证 它是不接受你的 所以你这个过来了之后 你想要再去转去学生签证 你转不了的 然后包括你如果说境内 你想要再去申请个配偶签证 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的 我记得以前据我了解 有可能你申请过澳洲的这个难民签证 你再去其他欧美国家 有可能都会有影响 对 是的 有记录的 对 因为你这个东西 有很多国家 它的这个信息是共享 澳洲 你只要 就是在澳洲这边 你递交过的所有签证申请 包括你每一次出入境的时候 你填的那个出入境的那个表单 澳洲政府都是会有记录的 所以说你一旦申请过了这个难民签证 你对于之后的移民道路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阻碍 那么比如说你申请过了澳洲的难民签证 你再想去申请美国的签证也好 或者是欧洲的签证也好 因为你这个难民签证肯定是会被拒签的嘛 那你在去申请美国的时候 他问你 你曾经有没有拒签记录 你如果说有 那他会去问你之前申请的是什么签证 他一看你申请的是难民签证 OK 他签证也不给你批打 那你如果说我没有过签证拒签 那你是在你的新的美国的签证上 你是撒谎了 提交了虚假信息了 一旦查出来 这个处罚也是非常严重的 对 感谢美美给我们分享这个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以后谁要是告诉你 不要英文 就是条件很差 人过来工作 给你过桥签 你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什么签证 对 我还想问一下美 就是在大概两年前 澳洲有推出过一个GTI的签证 它其实跟美国的EB1很像 就是它想吸引全世界 你在各个行业非常领先的人才 我其实也做过视频讲了这个签证的 那么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签证 我反正现在这个签证现在要求越来越高 是的 而且其实澳大利亚它很聪明 就是通过GTI的签证 它网络全球的英才 它其实这个GTI它有十大的target industry 有十个行业它是测纵的 比如说像这个现在比较火的fintech 像这种数字货币 网络支付等等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IT方面的 医疗方面的 新能源的 等等各个行业 就十个行业 航空航天我记得 对航空航天也有的 还有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高精尖的行业 对高精尖的行业 对它就想通过这个项目来吸引全世界的 在这十大行业 有杰出贡献的人 那么申请人呢 主要分为几大类 一类呢是这个博士毕业生 那你如果是在过去三年里面 成功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然后这个学位是在这个十大行业里面的 那么你就很有这个机会去申请这个GTI的签证 那么如果是你没有博士学位 但是呢你这个 或者是博士已经毕业超过三年了 那么你可以去通过证明 你在这个行业有杰出的贡献 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 或者呢是你这个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做的非常成功 那么也是可以的 然后GTI呢 政府给的配额很高 很多一两万每年 就现在是一两万每年 但是呢因为申请人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呢他这个硬性的条件没有提高 但是呢在他筛选的时候 他这个 这个他当然就是看每一个行业里面 他是从这个行业里面挑出来 呃 间中之间吧 人上人吧 然后那可能原本最早对于这个这个项目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呃已经申请到了一些申请人 如果说你可能晚了一两年再去申请他 可能你现在拿不到了 嗯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水涨船高的一个事情 对其实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你现在从事的行业 你觉得你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那么你就可以来尝试申请这个签证 具体的什么领域的行业 可以去看一下我以前发布的那个视频 我有详细列出来 或者东东可以在什么评论期 对对对 把那个十个行业给列出来 对对对对 对对 好那个今天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 澳洲的持牌的移民律师 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移民的干货 和他自己的一些故事 如果有移民留学的那个问题 可以给我们留言 喜欢这个视频 麻烦大家能帮我们点个赞留言转发分享 非常感谢 一键三连 一键三连 拜拜 拜拜 好